大家好,欢迎收看《贬兜看电影》 咱们接着看《权力的游戏》第四季第五到六集的故事 洛克潜入卡斯特堡垒侦查的时候 他发现卡斯特堡垒的安防很是松懈 叛变的守夜人大多喝得烂醉 而布兰等人被关在柴房里 九剑正引导着布兰探视墙外的世界 布兰看到一棵新树屹立在流动的时光里 九剑告诉布兰三眼乌鸦正等待着他 洛克带回了卡斯特堡垒的布防情报 雪诺立即召集守夜人兄弟准备突袭 天色暗了下来 卡尔吟笑着走进了柴房 他招呼手下把梅拉吊起来 准备好好享受一番 眼看梅拉就要被侵犯 雪诺带着守夜人兄弟们杀进了卡斯特堡垒 洛克一心只想早点完成老薄皮的任务 他静止闯入柴房 准备抓走布兰 危难之际 九剑适宜布兰进入异形者形态 布兰双眼一番 瞬间侵入了阿多的意识 被布兰控制的阿多轻易地挣脱了铁链 扛着布兰的洛克 还以为自己大功告成 结果阿多从背后抓住洛克 轻松扭断了他的脖子 詹姆的断手之仇 算是借阿多了结了 久别不见的大哥近在眼前 布兰努力地爬向正在战斗的雪诺 九剑却提醒布兰 他的任务是寻找三眼乌鸦 如果这时候跟雪诺相认 只怕他不会让你继续北上 布兰克制住了冲动 雪诺与叛徒头子卡尔陷入了激动 卡尔耍炸一脚踢倒了雪诺 却被一个卡斯特家的女孩从背后捅刀 雪诺趁机干净地完成了绝杀 无外反叛者的尸体堆了一地 最后守夜人小队烧毁了卡斯特的堡垒 这个道德沦丧的地方 算是被彻底摧毁了 阿莎在铁群岛被称为女杰 因为她是世间极少能指挥战船的女性 如今她要救回自己的弟弟 小薄皮正在恐怖堡里滚床单的时候 阿莎带着手下乘快船偷袭了恐怖堡 她趁着夜色爬上城墙杀了卫兵 西恩如狗一样被锁在笼子里 当阿莎找到西恩的时候 她痛心地发现自己的弟弟竟然不打算离开 她称呼自己做臭老 臭老不愿离开 显然神志错乱的西恩 以为这又是小薄皮自导自演的一出追捕游戏 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小薄皮已经赶到 劝说无果的阿莎只能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 从此以后 每当有人提起西恩 阿莎只会说西恩永远地死在了恐怖堡 第二天 小薄皮为了奖励西恩的忠诚 允许她在浴缸里洗一次澡 西恩心惊胆战地走进浴缸 她以为小薄皮又想出什么心法子折磨她 小薄皮表示她有一个任务要交给西恩 这个任务就是协助她攻打一座城堡 波德与布雷尼还在寻找埃莉亚的路上 布雷尼对波德并不是很满意 这个侍从甚至连马都牵不住 但波德也不是一无是处 她告诉了布雷尼有价值的情报 有村民目击到埃莉亚与一高大的男子 朝着艾琳谷的方向去了 前往艾琳谷的路上 埃莉亚每天睡前都要念叨一遍仇人的名字 每当埃莉亚念叨猎狗名字的时候 猎狗都觉得怪怪的 直到某天早晨 猎狗醒来后发现埃莉亚不见了 她慌张的左寻右爪 原来埃莉亚在河边练习水之舞 猎狗头一次见到有剑招需要翻个跟斗 这可把猎狗看乐呵了 埃莉亚不服猎狗奚落自己 一个转身竭力把冯一针刺向猎狗 但是那细细的剑刃又怎么可能刺穿铠甲 猎狗一耳瓜子把埃莉亚抽翻在地 倒地的埃莉亚意识到自己还远不够强大 小指头领着山沙来到了爱陵谷的英朝城 英朝城的女主人莱莎是山沙的姨母 莱莎迫不及待地抱着小指头热吻了起来 莱莎很爱小指头 多年前她甚至为了小指头而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实际上小指头却不怎么喜欢莱莎 她与莱莎在一起纯粹是为了得到英朝城 小指头提议他们应该尽快结婚 而莱莎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婚礼牧师 当天晚上莱莎设宴为山沙接风 烛光下的山沙看起来年轻又美丽 与山沙相比莱莎显得又老又丑 莱莎质问山沙是不是与小指头有一腿 山沙没想到自己的亲姨妈竟然说出这么恶心的话 她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解 最后莱莎要求山沙嫁给自己的儿子罗宾 史弹尼斯与洋葱骑士乘船来到了布拉弗斯 他们穿过了峡谷处标志性的泰坦巨人雕像 两人是来布拉弗斯借钱打仗的 铁金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金融机构 他的主要业务是借钱给各国国王 但是他们却拒绝了史弹尼斯的贷款请求 他们认为黑水河战败的史弹尼斯 并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洋葱骑士表示 大家都知道兰尼斯特家欠了铁金库一大笔钱 如果铁金库愿意资助史弹尼斯打败兰尼斯特家族 史弹尼斯愿意一并偿还兰尼斯特家所欠下的债务 听起来不错 铁金库的代表团答应了条件 借到钱的洋葱骑士在大澡堂找到了他的海盗好兄弟 他扔了一袋金币给他 表示咱们又要开打了 乔弗里被毒死的消息传到了弥林 塞尔弥尼近见龙女 现在正式打回维斯特洛的好时机 他们有93艘战舰可以运载9300个战士 大雄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或许9300个战士可以打下军林城 但是要征服整个维斯特洛就有待伤去了 同时大雄还带来其他消息 被龙女征服过的冤凯和阿斯塔波又再次沦陷了 龙女意识到自己或许是一个征服者 但却不是一个有力的统治者 她让其他人离开只留下大雄 大雄告诉龙女 她可以抛弃那些城市 继续向维斯特洛发展 可是龙女却觉得自己连几个城市都掌控不了 又怎么统治维斯特洛的七大国呢 龙女决定先留在弥林 她将坐上王位学习成为一个统治者 君临城的王座厅里 托曼在七神的祝福下加冕为王 这位新国王的眼神里只有小玫瑰 小恶魔的审判也如期而至 他带着了要靠缓缓走向审判席 三位大法官奥伯伦 泰温以及梅斯将主持审判 第一个环节是传召证人 不出小恶魔所料 几乎所有的证词都指向小恶魔是凶手 显然这一切都是色西太后安排的 修廷的间隙 詹姆找到了泰温 他希望泰温能饶小恶魔一命 而泰温似乎有意要处死这个丑陋的侏儒儿子 当然也还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救自己的弟弟 詹姆答应了泰温的条件 而泰温则答应在小恶魔认罪之后 会对小恶魔网开一面 让小恶魔到绝境长城当一名守夜人 泰温不愧是老辣又冷酷的全游高手 用卑贱儿子的性命换来心腹儿子的妥协 短暂的休停之后 审判继续 开庭前詹姆提醒小恶魔 什么都别说 认罪可保命 下一位登场的证人 令小恶魔如坠冰枯 走上证人席的是 小恶魔日思夜想的雪衣 雪衣穿了一袭粉红色的长裙 看起来依旧是小恶魔 记忆里美丽的样子 小恶魔完全想不通 雪衣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而雪衣的证词 更是在一瞬间 把小恶魔推到了深渊的边缘 他不仅当众描述了 自己跟小恶魔的性爱细节 令场面一度无比尴尬 更是直接诬告小恶魔与山沙 密谋杀死了乔弗里 这一切都是为了 替山沙死去的哥哥报仇 小恶魔绝望地跌坐在椅子上 质问雪衣为什么这样对的 雪衣转过头来告诉小恶魔 我只是妓女 记得吗 似曾相识的话 小恶魔也对雪衣说过 因为你是妓女 所以我们不该在一起 那是小恶魔为了救雪衣 所说的计划 现在这个女人因爱而恨 还有比再在自己所爱之人手上更惨的事吗 如今一切都不重要了 小恶魔的仇恨和愤怒 被推到了极点 他发表了一番撕心裂肺 震惊四座的大胆演讲 这一段独白表演 是贬斗的全游十佳场景之一 我在之前的公众号图文中 已经给大家赏息过了 这里就直接发一段原片吧 我将这种精神剖的大混合 有了过一整个人质 我尽不杀了 但我期欲地欲地 falling 但我一直欲地欲地 我们会看你 估计你的丝oss呆饭 给给你更利落 越褪当一千人 哗鲢 我希望我 我希望你能够有 我希望你能够有 我希望我完成了 把整个继帖闹 我可以愿意 给你所有的 我希望你 最后小恶魔要求比武审判 他凶狠地看着泰文 眼里满是憎恨 栽上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个小个子 身体里竟然蕴藏着 如此爆裂的能量 恭喜你 又看了两集权力的游戏 在第一季的比武审判里 小恶魔成功靠波龙 赢了比武审判 这一次小恶魔 能否再度逃过一劫呢 之后的故事里 史黛尼斯将重整军备 恢复元气 兰尼斯特家族 将迎来一记致命的打击 权力的游戏 也将短暂地回到平衡点 订阅贬斗 微信公众号 BTCmovie 跟贬斗一起看全游 咱们下期见 拜拜